我給醫生看一下 根本就是藥罐子 拜託 全部都是保健食品 這個應該還不是全部吧 那個是田中寶 田中寶很貴的 那一瓶要一萬多 它主要是什麼功能 它主要是免疫跟腸胃 這是天仙液 這一罐600塊 這個 第一個 海豹油是早上起來一定要吃的 吃完以後就吃這個 助消化叫什麼 那個酵素 乳酸菌 對 吃完乳酸菌 這是一定要吃的 然後維他命B 維他命C 我有時候輪流吃 有的時候吃飲飽善醇 有的時候維他命B 維他命C 然後呢 這個東中夏草是一定吃的 天仙液是一定吃的 然後晚上那個辣豆雞 每次一定吃的 那其他是什麼 磷汁是等到我覺得發寒 覺得快要感冒了 覺得虛的時候就吃 快要感冒了 我就吃磷汁 那東中夏草吃快沒有了 是藏汁嗎 東中夏草那一瓶 我跟你講 我那個東中夏草有兩種 一種是粉末的 一種是這個 喝的 不是 液體的 膠囊的 膠囊的 它是一盒是兩罐 一個膠囊的 一個是粉末的 對 其實我這個還 這是當然也很名貴的 我這個最名貴的東中夏草 是朋友送我的 一兩二十三萬 羅醫師這個是非常貴的 東中夏草 西藏原裝進口 一兩二三萬 但它是 它是中醫師幫我熬成汁來喝的 但那個是人家送我的 但保健品吃這麼多好嗎 另外 我跟你講 人家有一個朋友 他拿出一塊那個叫什麼 牛樟汁 野生牛樟汁 對 他捏了一塊 捏了一塊給我說 西萍 你如果不舒服的就 拿一點含在嘴巴裡面 我在想 怎麼這麼小氣 才捏這麼一小片給我 那小片很貴啊 他說這一小片 它是 60萬 對 所以他捏了一小片給我 已經很貴了 所以西萍哥也什麼都吃 白老師 其實主要是免疫力 其實 所以它有一個 這個的給你喝 KKE有免疫力的 對 它增強免疫力 那我說可能免疫力增強之後 對不對 其他東西可以盡量少 那像保健食品 事實上其實在我們系列來講 能夠吃的食物 自然的食物 其實比保健食品更好 所以說保健食品其實 能少盡量少 那有些東西是比較特殊性的 比如說比較中藥萃球那些的話 它的確可能有它的功能在 那是適量去攝取 那盡量用食物 自然蔬菜水果 我們自然的食物去攝取 其實比吃這些好 能夠吸收更好 好 那我們現在可能 就要邀請羅醫師來幫兩位 大哥來把把麥 看看他們的身體狀況 究竟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 我們請羅醫師 然後我應該是有點幸災樂禍 看看等一下醫生會說出什麼事情 你現在在把麥 是絕對什麼話都不能講的 我來講 你來聽 我跟你講 再怎麼樣都不能表示意見 知道嗎 不然把麥會不準的 我剛剛才知道說 他吃這麼多東西 很多耶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你連吃保健食品 都吃成博士了 是這樣子是不是 中華愛情 這不能講話 你怎麼是不是講話呢 中華癌症科夫協會 找我去給他們演講 怎麼養吃養生食品 那這個 統一生逼找我去做他們代言 我跟你講 我吃了一百多種 我每一種都做紀錄 所以馬大哥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吃這麼多碗麥 他是自己有研究的 他不是亂吃的 你在吃之前 我一定要給觀眾講一句話 兩位站起來要幹嘛 還沒把玩耶 還沒把玩 我以為你說他可以了 看看馬大哥這樣講 他有雷 來 羅醫師 把出了什麼 其實馬大哥 您一個核心 你看提到好多企業 想找您代言 因為您吃了很多保健食品 事實上你的大麥 最明顯就是 你的消化系統出問題了 消化系統 對 脾胃失調 因為您的兩手的 第一個 您的比較明顯就是 你的心肺功能這塊 比較弱一點了 所以你體能可能有點下降了 可是你這兩手的 我們說要 就是在我們中指的地方 醫師幫您把脈 就是中間這個指頭的地方 關部特別浮起來 也就是說你的消化系統 特別不好 可能會容易口乾舌燥 會容易胃脹氣 容易可能甚至胃酸逆流 而你看的舌頭 又比較偏向於白 而且後胎 就是說 可以給蘇維小姐看一下 對 比較偏偏偏 然後舌中間很多紋路 那表示你的整個消化系統 今天是比較低下 特別要注意 因為這是胃跟腸 對 腸胃的部分 那這些東西 還是要經過我們的腸胃吸收 它還是畢竟不是食物 所以 您的 沒有問題 所以腎氣是沒問題的 所以那個意志力很強 所以執行力很高 羅醫師 我們打個商量 講一半就好了 不要全部講出來 你說西萍哥說 找你來陪他的原因就是 我剛才問製作單位說 可不可以講性功能方面的 可以 一滴要講這個 不是 羅醫師 這個我去找你門診在講 在講話嘛 這講什麼話啊 所以基本上 華頓哥他不太吃保健品 他腸胃一定沒問題 因為平常在一起 他都不吃虧的 所以腸胃一定沒問題 不過他心一定有問題 因為我知道他壞心腸 好像血壓一直在吃 不要聊 但因為華頓哥他沒有運動 對 然後西萍哥他每天有運動 他們家裡面 螞蟻窩一大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彈了要比 他上次有滴尿以後 螞蟻都來吃他們那樣 雪紅的耶 好 還是壞 是好是壞 我們華頓哥他本身很明顯的 就是他在這個下步 就是我們說腎脈 就是無名字叫齒脈 就是你的屬於避尿系統 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你的下部的脈 也是浮出來了 叫浮脈 就是說你的下盤的地方 他下部的供血循環 比較弱一點 你講得很收斂 下部 就是說我們的下盤的地方 包括我們的下腹腔 還有我們的四肢循環 比較弱一點 這樣當然是對我們男生 容易噎尿 有一些男性更年期這一塊 當然假如說 能夠引申到性功能障礙 宗教腎氣不足也是可以 那他的 請問一下 誰的腎氣比較足 我只能摸起來 像馬大哥比較注意健康 對 我們華頓胸 他本身血管是比較緊的 彈性比較不好的 所以你這三高的風險 本來就是比較高 我自己心裡清楚 雖然我沒生什麼怪病 但是我其實身體滿虛的 我老實講一句 為什麼 因為根本沒有 沒有運動嘛 我自己心裡有數 但是你現在把我講得那麼不堪 待會兒出去又要怎麼做 柔醫師 把的脈像有沒有什麼 脈像是比較好的 除了腎氣報讀之外 真的是在腸胃系統 的確是比我馬大哥好一些 你可能飲食上面 你畢竟可能你的消化系統 還是比較好 但是腸胃系統是比較不錯的 不過你的心肺功能 也沒有馬大哥好 可是脈管又偏比較緊繃 中間叫做 所以你要更注意就是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提到重口味要少一點 多喝水 然後就要運動 不然我們說要 盛氣虧虛的機會就比較大了 剛剛講到抽菸 其實就是抽菸 跟我們的下盤很有關係 菸和上都有標 直接抽菸會導致心動能 這意思是我只要一戒掉 就會有很大的 沒有 他已經被長期荼毒了很久了 所以是三倍荼毒 剛剛彭大哥說三倍的荼毒 因為像高血壓 糖尿病 他都傷害血管的荼毒也是一樣 彭大哥你可以 把手搓一搓 多按摩我們的腎臟區 把手搓搓 多按摩我們的腎臟區 按摩腎臟區 對 我們的腰的地方 自己按摩自己是不是 可以借助外力 自己按是最好的 因為你的手有動起來 你的心肺功能得到鍛鍊 多按我們的腎臟區 腎臟的血流會達到改善 當然彭大哥 他一些習慣不是太好的話 他也知道這樣子 可是像馬老師可以看到 這樣整桌的健康食品 自己可以當醫生了 對 把心放寬 然後把這些東西也放開 或許給彭大哥 偶爾超越一下 不然兩瓶給他啦 下節目之後我就全部送給他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大哥 然後也祝福你們的收視 節節升高 這個破二好不好 我們兩個來上你節目 你的收視也會破二 好對 謝謝兩位